大家想不想知道我的56个YouTube视频帮我赚了多少钱 有很多认同我这方面的专业的人很礼貌地叫我一声 一信老师 我前五个最受欢迎的视频是什么吗 我半年内呢大概听了大约150本书 觉得我在2022年呢做的比较差的就是Work Life Balance 我的伙伴呢现在已经叫我什么你知道吗 他们叫我Robot Chong 哈喽大家好我是一信 欢迎来到一信头频道 首先祝大家2023年新年快乐 今天我想在这个视频呢 回顾一下我2022年做了什么 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2023年想做什么 我会从六个方面来讲解 然后包括一信头的视频啊 然后就是看书啊学习啊创业啊家庭还有健康 然后回顾2022年呢 这一年我到底做了什么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一信头的YouTube频道了 我录了总共的就是在2022年呢 录了56个YouTube的视频 有7万个view还有6000个小时的观看时长 增加了1200多个订阅 然后大家想不想知道我的56个YouTube视频呢 帮我赚了多少钱 我相信大家都应该听说过 靠YouTube reviews赚钱的话呢 是很难的 然后除非是超级大咖 不然像我这样的小咖真的很难赚钱 那么2022年呢 我大约赚了100块新币左右 这个钱真的很难赚 但这个价值呢真的很好赚 最起码呢没有人会再问我你真的懂健康吗 或者是也有很多认同我这方面的专业的人 很礼貌的叫了我一声 一信老师 真的真的感谢大家的厚爱 那么大家都想知道我前五个最受欢迎的视频是什么吗 那么在这里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排行第五的呢就是 Rosy Time爆红凭什么解密炼煤神话 2021年的Rosy Time Review 然后总共在2022年呢 就累积了2300多个views 那么排行第四个呢就是 试诊试镜 试诊患者呢 常常做错的十件事 试诊误区 然后Tenotu Eczema 总共累积了2300多个view 跟那个炼煤的Rosy Time非常的接近 那么接下来排行第三的呢 就是考虑我连续喝了六年的早餐 My Soy Green Breakfast 总共累积了3200多个views 然后排行第二呢是 怎么的健康饮食 然后怎么样的饮食原则 最适合自体免疫性疾病患者 333饮食原则 然后敏感和湿疹患者呢 也可以直接套用 然后总共累积了6600多个views 然后排行第一的视频 登登登登 在2002年呢就累积了的views呢 比其他的视频都多 然后总共了27000个views左右 那么那就是Ecent Talk的第一个视频 患上自体免疫性疾病 10年不需要吃药 也可以过得很好 怎么办到的 如果大家错过了Ecent Talk的top 5 前5名的视频的任何一个视频呢 可以点击信息栏的链接 回看一下 老实说每一个星期呢都要想新的题材啦 写稿啦 录制啦 剪接啦 上字幕啦 配乐啦 上传等例行公司 还包括化妆啦 其实真的蛮累人的 但每次看到成品都还蛮有成就感 有其是当我的视频呢 可以帮到某一些特定的人群 或启发某一些人的时候 我觉得更有干净了 所以这样的一次又一次的就坚持了下来 我想借这个机会呢 感谢每一个订阅 每一个点赞 每一个留言的人 如果你只是看视频 没有订阅留言点赞 我也是非常非常的感恩大家 那么2022年常常做的第二件事呢 就是看书 我呢几乎是每一个月看一本书 总共就看了12本实体书 我没有仔细记录我看了什么书 但比较偏向啦 名人传 还有创业相关的书籍 我可以记得的有过何年的自传 雷军的牌 孙正义都不知道的孙正义 谷歌的故事 认真飞 华为冬天 彼得第二转 Peter Tills 我每天都有听书的习惯 我去年买了一个得到APP 里面有很多好几十万字的书呢 都净钱呈少过30分钟的音频 我半年内呢 大概听了大约150本书 我其实喜欢的书籍范围非常的广呢 包括经济学啦 自我成长 健康呢 名人传记 创业 营销 心理学 小说 历史等等 然后还有金融 我觉得我听了比较特别的书呢 是与神对话 第一第二和第三集 虽然本人没有宗教信仰 但听到这本书的当儿呢 我觉得有一点与神同在的感觉 也蛮认同里头所说的 很多的观点 最另一本书呢 就是刘子 刘子欣创作的长篇科幻小说 三体系列 由三体 三体二 黑暗圣灵 还有三体三 死神永生所组成 我一直以来呢都很喜欢科幻小说 但我看书和听书的过程中呢 我感觉到自己吸收了很多作者的精华 我会感觉自己的灵魂和层次无形中一直在往上升 我很难形容那一种感觉 我只可以说感觉很美好 看书呢已经成为我生命中的养分 没有书生命的感觉就古早乏味了 那么第三个我常做呢 就是学习 我看除了看书啊 帮助我补充精神粮食之外呢 我本身也很注重技术性的学习 我觉得这个世界的竞争呢越来越大 没有一定的本事呢 很难在这个社会混下去 尤其是到了我这个尴尬的年纪 不能跟年轻貌美青春活力的美眉相比 也没有到了退休闲下来的年纪 同时呢和看书一样啦 我很享受看到自己不断学习新技能和增值的自己 然后学习健康知识和营养美医学呢 是我的热肠 每个星期平均呢 会花一个5到10个小时左右 然后2022年呢 我特别重点学习了网络营销 online marketing 还有轻资产创业 一到三天的全热课程呢 在2022年呢就上了16到18次左右 然后就是每一个月固定的3到4个小时的线上课程 我觉得这两个技能呢 可以帮助我把我能力推向另外一个高度 而且呢我慢慢的感受到 卖什么产品不是最重要 而是我们怎么把价值更完整的呈现在对的人的面前 帮助他们解决最痛的问题 学习一个可以帮助别人解决问题的能力呢 我相信这一辈子肯定会活得更有意义 更精彩 然后第四个我想分享的就是创业哦 我的健康事业呢在2022年老实说 一级没有太大的突破 因为我大部分的时间呢都花在内容输出还有建立系统 我想要打造一套呢比较自动化的生意和影响模式 来和我的潜在客户还有客户建立更好的关系和输出更多的价值 我大概算了一下 我写了最少有100封的电邮 除此以外呢我和伙伴们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健康教育方面 因为我们非常的了解一个人的健康不只是靠吃产品 平时的生活习惯也很重要 我们去年呢就举办了7堂自身免疫自然疗法研讨会 这是针对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的 我们还举办了26堂线上元气健康数成课 分享不同的现代文明病如三高啊 试疹学麻疹女人病等等的疾病缘由 还有呢解决方式 还有科学健康养生课题 如早餐如何吃啊 素食如何吃 眼睛保健等等 虽然还有很多的课程 但我知道很多人对自己的健康与美的问题呢 还是有很多的彷徨 还有不懂如何是好如何开始 如果你也是有这样的问题 那么你可以选择元气一对一的咨询 可以面谈或者是只是用WhatsApp或WeChat去咨询 我们会帮助每一个人配置一个专属的元气顾问 让大家可以更有效率的得到答案或者是解决问题 我也想接这个机会呢 感谢我的顾客 然后所有跟我们交谈的人 还有给我们反馈的人 真的谢谢你们万分感恩 那么第五呢就是家庭方面呢 老实说我这个人呢事业心很重 家庭方面的确没有花太多的心思 我规定呢自己就是每天要花十分钟和孩子玩 然后每个月呢最少把孩子出门一次 然后每年呢最少出国一次 有些家庭出游的视频呢已经和大家分享了 大家可以看一看 我那两个顽皮蛋女儿呢还蛮可爱的 但有样事情呢我会特别的花时间和心思 就是培养孩子的价值观和礼仪廉慈 我为了求生孩子的价值观呢 创立了一个小镇和小夫的故事人物 小孩子们呢通常晚上就会要求我讲小镇小夫的故事 我就需要临场编一个故事 他们还要求有趣好笑 我自己呢就要求可以教育某一方面的价值 比如说分享啊礼貌啊努力啊孝顺等等 真的很烧脑 但我也很享受这一个过程 其中一个故事内容呢 我还拿来参加孩子小学二年级的亲子讲故事比赛 我们还因此得了亚军 OK这个视频可以回去回顾一下 第六呢就是健康 个人健康养生方面呢我就不多谈了 因为我觉得我不需要做出什么特别的调整 或特别的付出的努力 然后健康饮食和生活方式呢 已经成为我习惯的一部分 每天吃的清淡有营养 每天运动 每天感恩和开开心心的 每天就是很自然的这样过 然后就很健康就自然的跟着我 但我不否认 今天的健康习惯 当初还是需要一些努力 还有付出慢慢调整过来的 我当初花了很多的时间 就是去学习营养免疫学的课 就这样潜移默化的就改过来了 我觉得我在2022年呢做的比较差的就是 Work-Life-Balance 也就是休闲娱乐这一方面 有点缺乏 我们每一天呢都躲在家里啊 学习啦 录视频啦 接力网络系统啦 开会啦 上课啦 连一场电影啊 看一场电影 我都觉得很奢侈 所以当我丈夫在看我感兴趣的电影的时候呢 我就会一面看戏 一面对着电脑工作 一心二用 不然时间不够用 我也很少线下见人呢 所以我的伙伴呢 现在已经叫我什么 你知道吗 他们叫我Robot Chong 青年要增加和人接触的次数 找回一点人味啊 然后全世界都已经开放啦 所以最好的休闲呢 当然是出国旅游 我非常期待呢 一月回马来西亚和家人 爸爸妈妈过年 那么二月呢 就和事业伙伴上游轮游玩 那么三月呢 就和事业伙伴去都拜和阿布达比 然后年尾呢 就带孩子家伙出国旅行 那么另外一个一场呢 就是带我的老妈去旅游 这个视频呢 让我把2022年做过的事都好好回味了一遍 非常享受呢 现在自我不断争执的自己 心灵富足的生活 然后希望大家呢 也能够找到自己想要的人生 好好地努力地干一场 好好享受自己喜欢的人生 好吧 今天也聊得差不多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有价值 让你学到一些东西 或得到某一些启发 希望你能为我点个赞 同时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你可以到我的IG或者是Facebook 看看我的热厂 祝大家2023年 健康美丽开心精彩每一天 我们下周见 拜拜 拜拜